这样作业呢 首先 着上脚这个 我们暂时呢 先不要这样去画 因为这样的话呢 不太主观 比较抄照片 看起来都是按照照片 然后一点点抄出来的 这样的话 这样的练习对我们理解结构 没有多少帮助 这个要注意 我们从模特的身上 去尽量的找到一个 看似比较合理的 比较说得通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一个胸腔 然后 再去找它的肩胛骨 然后一步一步的 按照在体表看到的 这些结构 逐渐的把它的内部的 这个骨骼肌肉 一步一步给它搭建起来 这样的话呢 才能起到一个 理解和运用的 这种效果 有些结构看起来是 没有那么容易就看得到 但是呢 要根据 就是我们所掌握的一些 规律性的东西 去猜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基本的 看起来比较合理的结构 一个解剖结构 然后呢 再按照照片上观察到的 再进一步深入 再把它画完 这个才是一个 我们需要去做的事 这么画 不要这么画 就像下面两个似的 这个虽然说呢 画上面也有一些问题 但是呢 这个这么做是对的 胸腔 我们不要直接在空白处 直接编一个 很难画的准确 我们先在这个照片上 就跟刚才我 所做的事情一样 先在照片上去找一个 这个位置是 腰部最 最窄的地方 过了这个最窄的地方 再往下一点 大概确定为 胸腔的下端点 再往上 大概比这个腰最窄的地方 再往上一些的位置 是胸腔 背部中线的最低点 然后你看这个 大圆肌和港下肌 这两个大小呢 有点 有点那个 反了 应该大圆肌 稍微的小一点 港下肌呢 稍微大一点 这个比例的问题 这边缘的轮廓线 画的有点粗糙 用比较再肯定一点 直接一点 然后形状呢 再带有一些概括性 这个地方 这里呢 这里有两个拐点 我们在照片 看到照片 这里这里有两个拐点 这边是顶面 这边是侧面 这边是六位朝下的面 概括出来这个形状 右边这几个呢 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不过呢 也有问题啊 这个胸腔离体表太远了 哪能有这么厚啊 这个胸腔应该 再离体表再近一点点 然后它胸腔的下边的形状 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要注意的 这个脖子稍微细了一些 注意比例 然后这个胸腔的形状 不是很准确 具体呢 参考这个刚才画的 下面这个还好 但是胸腔下面的形状也是 看一下刚才画的这个 注意一下这个特征 然后肩胛骨稍微小了一点 这个模特实际上看起来好像就不大 这个肩胛骨应该是在用力 然后肩胛下角再向外顶 是这样一个动作 就在这里 这个肩胸骨要再平一点 如果这个动作的话呢 现在下角往外顶 它肩胸上角呢 就在体表更无法看得到了 那就不好判断 肩胛骨内侧源到底有多长 但是画太短了的话 就看着比例不协调 它的胸腔呢 大概这个样子 大概就到这 然后这样的话 接着下角到这呢 看起来也还 也还行 结构的问题不大 就是多注意观察模特 然后注意比例和形